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看我们Steven Diffusion系列教程第19 第19 好 视频开始之前 今天有一位小伙伴要上天室 就是这位克林 一位仍在台湾的大宝美女 那我们给她安排一下 仅有如此缘分 好 这一期我们来讲一下这个ROOP 这两天一个爆火的换脸插件 让众多的模型训练玩家直呼白练 安装完成之后可以实现这个人脸变变变 结果程序爆错 差点让我生无可恋 Sky 郑重声明 本期视频仅做AI技术演示及分享交流 AI换脸在当前属于灰色区域 请勿将视频所提及的技术用于非法用途 使用视频中的技术造成了一切后果自负 与本视频无关 郑重声明2 本视频所使用的平台为腾讯营服务器 请各位使用腾讯营服务器 安装LOOP插件的同学 一定要在安装之前做好系统镜像 因为会有99.99%的几率 在使用LOOP插件后 马上来体验一下最近大火的换脸插件 ROOP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ROOP插件的安装 然后安装之前还是那句话 一定要做好镜像 腾讯营部署如何去做镜像 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结尾去进行说明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插件 我们来到插件作者的首页 我们看到插件的介绍页面其实非常的简洁 作者一看就是钢铁直男 我们来看一下作者 好一位来自印度的非常帅气的IT大佬 然后他的个人简介是 他是一名黑客和程序员 那好 那我们还是来试用一下他的这个ROOP的程序 我们看到这个安装说明这里 其实这个ROOP的安装也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们重点要看一下他这个安装的介绍 我个人非常喜欢他的介绍 非常的有个性 因为他的介绍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首先如果你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安装 不要在这里提交报错 去谷歌一下你的错误 非常的钢铁直男的一个简介 还有包括这个结尾也说 如果你遇见任何的错误去谷歌一下 祝你好运 那我们一会儿安装的时候确实会遇见一些错误 那我也不会去谷歌了 我们就直接进向系统了 所以说不管这个程序的作者有多刚 然后这个程序有多bug 我们只需要做到比他更刚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安装一下 我们只需要复制他这个插件的网址 好 然后来到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 我们来到这个拓展插件这里 然后点击这个从网址安装 我们在第一行把这个网址来粘贴上 然后我们来点击安装 好 如果大家跟着我操作到这里 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这个网页就已经夹死了 那我们对这种夹死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我们就只能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来按F5来刷新一下 好 页面又载入进来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安装一次 我们还是点击这个拓展插件 然后还是从网址安装 我们把刚刚这条网址再粘贴过来 然后我们再次点击安装来看一下 好 在我们第二次安装的时候 Stable Diffusion就为我们爆出一个错误 说这个插件已经存在了 那好 如果我们看到这条报错 就说明这个插件已经安装成功了 还有我们的插件就是这么的个性 然后我们再次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页面已经刷新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腾讯云的后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台还是停留在这个安装中的状态 而且在上面它被我们爆出了一些错误 但是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只需要静静的等待这么一两分钟 那趁着等待的这段时间 有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就会问了 明明这个插件安装说明你的第一步 是要安装这个inside face 为什么我没有用这一步 那我其实这一步也试过了 但是我一执行这一步 直接腾讯云就报错翻车了 但是我发现如果我们不去安装它的话 其实这个插件也是可以跑起来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第一步省略掉了 然后我们等待了一会之后 我们再次返回这个stable defusion 我们再来刷新一次这个页面 好页面已经刷新完成了 我们第三次来到这个拓展插件 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sd-webui loop的插件了 那好在我们看到这个插件之后 我们来点击这个应用并重启用户界面 我们把这个stable defusion来重启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腾讯云的后台 伴随着这个stable defusion的重启 腾讯云的后台也会下载一些东西 我们只需要等它下载完成就好 好虽然有一些报错 但是我们往上翻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table defusion的网址已经刷甩了 那我们还是来访问这个网址来看一下 在我们重新打开stable defusion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页面的下方 新增了一个roop的插件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那么好到这里我们跌跌撞撞的 就完成了这个roop插件的安装 好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两张图片 我们来简单的演示一下这个roop插件的使用 熟悉我们频道的观众都知道 这两张图片已经是我们的老演员了 那我们的目的是把右面这张小女孩的脸换到左边图片上 那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左边图片的面部是明显偏一些欧美风格的 然后我们右边这张图片是一个标准的亚洲人的面部 那好那我们来试着用这个roop插件来更换一下 我们还是来到stable defusion的图生图 那在这里我们先来上传一下图片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页面的最下方 找到这个roop的插件 然后我们把需要更换的小女孩的面部来上传一下 好图片已经上传完成了 我们来点击这个启用按钮来启用一下 那这里有一个编号我们不用管它 如果我们的图片是有多张脸部的图片呢 那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编号去控制到底是换哪一张脸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案例图片只有一张脸部 所以我们这个编号就是0就可以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保持它的默认参数不变 我们返回这个重绘强度这里 我们需要把这个重绘强度调的低一点 我们给到一个0.1来看一下效果 那在一切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返回这个最上方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生成按钮来看一下 好与此同时呢我们来返回腾讯云的后台看一下 在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loop插件的时候 它会为我们下载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只需要等待这个模型下载完成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报错啊 但是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这张图片生成就可以 好后台这边已经显示图片生成了 那我们返回这个stable diffusion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左边这张呢是我们的原始图 然后中间的是我们需要更换的面部 右边这张呢是我们loop插件给到我们的最后结果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新生成的这张图片的五官呢 还是明显继承了我们中间这张图片的五官 但是为了使得这个五官与我们的原图融合的更加自然 loop插件呢也对这个小女孩的肤色 包括一些五官的细节做了一些处理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 我们原图这个小女孩的面部 确实已经被自然的换掉了 好就当我重新准备再生成一张图片做测试的时候啊 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的后台 由于我长时间没有连接崩溃掉了 那我们正好啊来重新的部署一下这个stable diffusion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腾讯云的后台啊 然后来输入我们的启动命令 我们回车来看一下 好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这次是出意外了 如果大家是按照我的这个安装方法 安装的loop插件的话呢 在我们第二次使用腾讯云去部署这个stable diffusion的时候 就绝对会出现这个报错啊 然后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也部署不出来 那说实话呢 我研究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看到这个报错之后呢 就只能用我们安装loop插件之前 制作的镜像文件去还原一下这个系统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镜像应该如何去制作 因为很多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呢 其实很多用的不是腾讯云 所以呢 我才把这部分内容放在最后讲 那我们在登陆这个腾讯云的后台之后啊 我们在这个实例这里找到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我们在最右边点击这个更多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制作镜像来点击一下 那到这里呢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输入这个镜像的名称 然后我们来点击一下这个制作镜像的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我们服务器的状态呢 就已经变成了创建镜像 我们只需要稍微等待一会儿 这个镜像就可以创建完成了 在大概等待了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啊 我们的这个镜像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左边的镜像 来找到我们刚刚制作的镜像文件 那我们如果需要还原这个镜像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左边的实例这里 找到我们需要恢复镜像的服务器 我们还是点击这个更多 然后点击这个重装系统 然后呢我们来点击下一步 我们找到这个自定义镜像 然后呢我们在目标镜像这里 选择我们刚刚生成的镜像文件 最后呢我们只需要设置一下密码 然后点击一下确定按钮 我们的服务器呢就可以恢复到 我们刚刚镜像的状态了 那这里呢需要特别说明两点 首先呢就是在我们刚刚做完镜像文件之后 这个自定义镜像的按钮呢 可能是灰色的无法点击 那我们只需要稍微等待10分钟再试 我们就可以在自定义镜像中 找到我们刚刚生成的镜像文件了 第二点呢是我们这个镜像文件 是会单独去收取一部分的费用的 当然这个费用呢也会非常的便宜 合算下来呢一天也就是一两毛钱的样子 如果大家不需要这个镜像文件呢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镜像这里 然后选择我们的镜像文件 然后我们把它删除掉 然后点击确定 在我们删除掉镜像文件之后呢 也就不会继续扣费了 好这节课呢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 ROOP换脸插件的安装和使用 顺便呢也讲到了腾讯云的镜像和还原 ROOP插件刚出来的时候啊 网上就有声音说不用Laura训练了 大家呢从我这个视频测试也可以看到 ROOP确实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这个Laura的 但是想完全取代Laura呢现阶段还不现实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去自己实践一下 不论是ROOP换脸还是Laura链单 找到合适自己做读场景的方法才是最优解 那好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呢 还请给我点一个小小的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在以后推出更多Standbody Fusion的相关教程 最后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